世界上十个最不可思议的天空意象 您都见过吗 如果你在一个晴朗的夜里仰望天空 也许会看到一些神奇的东西 比如逐渐消失在黑夜里的光螺旋 或者是一排慢慢划过的流星 还有些时候 你甚至会看到一些即便科学家 也很难解释的奇特的东西或现象 它们中的一些 被人们用相机幸运地拍摄了下来 但哪怕直到今天 仍然无法用科学来解释清楚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套 一起来看看这些不可思议的天空意象吧 第十名 螺旋光阵 2009年12月9日 上午6点46分 挪威的天空被一个奇怪的 巨大旋转螺旋光所照亮 并且漩涡还在不断变大 这个可怕的漩涡后面 还带着一条大的吓人的蓝色尾巴 目击者从不同的角度 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各地新闻媒体也纷纷报道了 这一奇特的天文现象 甚至还有人说 这或许是一次将气候武器化的实验 然而第二天 俄罗斯国防部发来通知说 这实际上是从附近的一艘潜艇上 试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波拉瓦 因为导弹第三级发动机的喷嘴出现损坏 导致废弃向外喷射 而且导弹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呈现螺旋状飞行轨迹 最终形成了这一奇怪的天文景象 第九名 红色闪电 这张图片在几年前 曾经在互联网上疯传 一些极端的网友认为 这可能是一场红色雷暴 就像曾经在东京发生的大爆炸一样 而实际上 这并不是什么大爆炸 虽然它看起来像是在地面上发生的雷暴 但其实是一个凹陷进去的火山口 而图片里面的红色闪电 则是由火山喷发时形成的上升热气流所引起的 当火山进行巨量喷射时 火山口和云层闪电会产生特殊而迷人的关系 火山灰的碎片在空气中高速碰撞着 在这过程中 空气里会产生巨大静电 从而造就了这一魔幻的自然现象 也由于这一现象是由大量火山灰所产生的 所以也被称为脏闪电 第八名 星光列车 2021年5月 在华盛顿的上空 人们观测到一个奇怪的天文景观 天空上有一排奇怪的星星 他们整齐地排着队伍 就像火车列车一般 而在几个月以前 英国民众也看到了同样的天文景象 这不禁让人怀疑 是否有未知的外星物种 正在试图接近地球 而实际上 这些奇怪的星轨 是由美国SpaceX公司 所拥有并正在运行的地球卫星 这些卫星的日常 是向地球大部分地区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 截至2022年1月 SpaceX已经成功向太空发射了1900多颗类似的卫星 它们就像地球表面的火车一般 不停地围绕着地球行进 而当地球旋转到某些角度的时候 它们就会吸收来自地平线的光和星星一般闪闪发亮 第七名 彩色天空 当光穿过水滴时 就会产生折射 而太阳光被雨滴分解成几种不同波长的可见光时 天空上就会出现彩虹 然而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 和彩虹并不一样 它是将整片的彩虹映照在天空上 形成整片的彩色天空 在学术上 这被称为环地平湖现象 是冰云现象家族中的一员 冰云是指阳光穿过空气中的冰晶 在天空中形成的光圈和弧线 当六角形的冰晶从天空飘下来时 如射光恰好从冰晶的上面进入 带有冰晶的卷云层折射光线 由于云的密度不同 于是就形成了不同可是光谱的波段 就有了我们看到的神奇现象 它们还可以形成大弧线 看起来就像将彩虹映照在天空上 第六名 云端海浪 从飞机上往下看 云层看起来像一个舒服且蓬松的大地毯 但从这个视频上看 天空里的云层却更像是倒着的海洋波浪 巨大的云浪疯狂翻滚 就像真正的海洋一般 这段视频拍摄于2015年 当时乌云笼罩着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 在生活中我们很少能看到这样神奇的云 直到2017年 世界气象组织给这种神奇的云浪起了一个正式名字 阿斯帕拉图斯云 并列入国际云图 这是60多年来 云图的第一次新增云种 这些云通常出现在地势较低的地方 大气压状态对云产生了不寻常的影响 这或许是全球变暖后 地球通过自然现象对我们的警示 第五名 红色精灵 从远处观看闪电风暴 真的非常吓人 它会在云层和空气中来回击穿 并且释放着致命电流 而在这个视频中 你所能看到的云层 却有着一些奇怪的红色条纹 这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在2015年的时候 通过人造卫星 在太空中捕捉到的珍贵影像 一团鲜红色的闪电风暴 在天空之上缓慢前进 这种可怕的闪电被称为红色精灵 它们一般出现在和暴风雨 同样高度的云层中 距离地面大约15万英尺的高度 史上最巨大的红色闪电 长度甚至可以达到30英里 科学家通过研究分析发现 红色精灵通常是由地面附近 强有力的正闪电出发的 云层里分布着大量的正负电荷 而其中的正电荷 却仅仅只占整个闪电的不到5% 但它的威力却十分的强大 它可以把大气中的分子 直接分解成离子 当被分解的离子与空气中的分子相撞 就产生了具有特殊颜色的红色精灵 第四名 黑洞 2019年 世界上第一张黑洞照片被捕获 黑洞是宇宙空间中的一种天体 它的引力非常强 甚至连光都无法逃脱 而光的速度是18万6千英里每秒 尽管过去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理论 但要认识黑洞的本质其实并不容易 2015年 一系列疑似黑洞的图片和视频 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 图上是一个黑洞 盘旋在俄罗斯的一个小镇上 而与此同时 图片中的太阳 看起来却像一个奇怪的甜甜圈 像是快要被毁灭 但请不要害怕 这张可怕的图片在后来被证实 图片只是洛克史密斯太空总署 根据别的地方的黑洞数据 模拟出现在地球上空的场景 图片中的这个黑洞 质量是太阳的6.5倍多 然而 它的直径却只有45英里 相当于一个普通城市的大小 由于黑洞具有巨大引力 所以它的重量超过13.2亿一吨 从图片上看 黑洞距离地球不到50万英里 也就是比月球到地球的距离的两倍多一点 按照黑洞的威力预计 在这个距离下 摧毁整个地球 或许只需要几分钟时间 第三名 云端生物 在2021年 新冠疫情封锁期间 有人偶然间往窗外看去 发现云层里 好像有些若隐若现的奇怪东西 于是在3月15日这天 这个人开通Facebook视频直播 想要和全球观众们一起看看 云层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这场特别的直播 吸引了超过7万5千名观众 而在直播的几个小时时间里 所有的观众却看到了 令他们终生难忘的一幕 一个类人形生物漂浮在空中 隐藏在浓厚的云层里面 但它的眼睛却非常非常明亮 有时甚至会和镜头直接对视 看起来十分的恐怖 直到后来 有网友发现 这并不是什么天空异象直播 而是一场恶作剧 观众在几个小时时间里看到的景象 实际上是由世界顶级视觉设计师 迈克莱伦在2018年时制作的一段视频 只是当时没有将作品上传发布到网上 被有心之人加以利用了而已 第二名 巨大云山 这种云朵看起来十分的白景蓬松 就像巨大版的千牛花一样 千牛花云体型十分巨大 有的甚至可以从地平线的一端 一直延伸到另一端 在人类已知的千牛花云里面 最远可以延伸到超过620英里宽 以及超过1英里高度 而且 它们还可以以每秒65英尺的速度 进行快速移动 直到今天 科学家们对这些管状结构 并且可以快速移动的巨大云朵 依然没有合理的科学解释 他们怀疑 这可能是湿度和温度 起着主要作用所产生的 因为这些巨大的千牛花云 大多出现在沿海地区 而沿海地区的空气湿度 往往比内陆要高得多 当一股暖空气带着大量水气 进入较冷的平流层时 云层中的水蒸气会立即冷却和凝结 凝城的小冰晶又落在向下的气流中 然后又再次被暖空气推上 开始下一轮的冷凝之旅 如此层层堆叠 或许就是眼前这壮观景象的形成过程 第一名 怪物集合 最近在互联网上 疯传着一些被人们所拍到的天空怪物照片 比如某个若隐若现的巨大人影 高速道路上的可怕守护者 或者是头顶长着两个井笛的细长生物等等 有的阴谋论者甚至扬言 这是不明外星怪物正在往地球集合 但请不要慌张 这些其实都是加拿大著名恐怖艺术家 特雷福·亨德森的作品 它还创作了许多奇怪的不明生物 比如腰头 乔虫等 因此 你在网上所看到的这些巨大怪物 其实没有一个是真的 这些都只是它的作品之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看完这十个不可思议的天空异象之后 您是感觉被网友们欺骗了呢 还是多年的疑问被解开 或者还有一些我们没有提到的天空异象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要点赞订阅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